走吧 快去 快去 請進吧 好 這 這裡好大呀 還滿意嗎 葉小姐 今天晚上 是要住在這裡嗎 不然 可是 這應該很貴吧 是啊 這特別貴 那 不是 當我把錢都已經交了怎麼辦呢 今天晚上你只能住這兒了 好了 渴了的話 那邊有茶包自己泡著喝 餓了冰箱裡有吃的 看電視的話 陽空就在那邊自己開 沒什麼事我先走了 這麼快就要走了嗎 我坐會兒 你不累嗎 我怕你累啊 其實我不累 你不知道 葉明珠從小就喜歡吃菠菜啊 我有著大力水手般的體力 你看 給你開玩笑的了 我 我就再待一會兒 聊會兒天呗 那 我先帶你看看臥室吧 走 看看臥室 哇 臥室也好大哦 我不是在做夢吧 我真的可以住在這兒嗎 當然 你看 洗手間都這麼大 還有兩個地方可以洗澡 喜歡嗎 嗯 過來看看那床 好軟啊 這是什麼做的 而且還這麼有彈性 你看 哈哈 那 怎麼了 沒事你休息一下吧 我出去打個電話 葉明珠 你什麼時候 可以住到這麼好的房子了 爸怎麼打這麼多電話 小蕾你怎麼半天不接電話 你在哪兒呢 爸 有事嗎 你有時間的話趕緊回家一趟 我有要緊的事跟你說 好事 我知道了 對 好事 很有錢 明珠 有你在我就埋起了 怎么啦 爸 二嫂 你这忙什么去了 给你们律师事务所打电话 说你下班了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我有事 怎么了 你有什么急事吗 报告你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太太有意让你和 我先走了 我认为是你 有什么事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我来说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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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里 我来哪里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爸爸是希望你好 你别再跟你爸爸较劲了 您说的都是真的吗 您真的觉得孟杰和江丽很般配 小乔 你对小蕾怎么会有那么多成见呢 你为什么看不起他呢 因为他们家跟我们家门不当户不对 可身份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的是人好不好 如果说今天孟杰是您的轻生女儿的话 您还会把她嫁给他吗 你又是不敢的 我知道 到底有什么事啊 对 就知道了 我听不懂了 你 在不懂的 他 我说 不懂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明就是上次一期二期测试的时候 获得了最优秀的成绩 对啊 连我们公司的人都被他击败了 他的各个文凭超过了十个 那又能怎样 你们以为我们现在在找的是 现场的技术工人吗 你们别忘了我们现在在找的是 公司的技术骨干 知道吗 我真的非常喜欢建筑设计 而且我也非常希望 可以加入到彭达集团 这是我的很多资格证书 都是相关于建筑业的 请您看一下 夏经理 来来来 出来一下 我有事要跟你谈 不好意思 李建理 我现在正在工作 没时间和你谈 面试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吧 上次的钢筋为什么没有换 你们这么做 会对整个大厦的结果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你不知道吗 如果你们非要这么弄 那我就有权利 终止你们的事故权利 谢谢 不要碰我妹妹 是 你 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原来你在这上班啊 你 这什么表情 装作会认识我 来来来 抬起头来 看看我是谁 我总把翻唱 我 推倒露了 我北京 大厦 您 daran 有人 只是 疙瘩 非常 不是 摩托 你可以出去了 你可以出去了 什 什么 什 什么意思 我说你可以出去了 可是我的面试 还没有结束啊 你还没有看完我的证书 但是我已经听得很清楚了 你仅仅高中毕业 而且现在正在找工作 还是个武林高手 对吧 但是我们这里 不需要武林高手 请回吧 不是 你们不是要找 建筑业的精英吗 我觉得我 不需要了 我现在正式地通知你 你的面试已经失败了 请回吧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不知道出去的门在哪儿吗 好 行了 你们也先出去休息一会儿吧 是 祝你们好连 李建立 不好意思 能不能等我的工作结束以后 我再跟你来 这对你来说 面试比较重要 可对我来说 建立整个大厦的质量更重要 所以呢 在这件事情没有解决完之前 你什么都不能做 我说李建立 你应该懂得了 什么叫尊重人吧 我现在是这个公司的 项目经理 我正在工作 难道我没有在工作吗 是在给我打关枪啊 我哪儿要打关枪 你是真傻还是在装傻 不过也是 你从小脑子就不好使 比那个江蕾差远了 怎么 现在脑子不好使 连眼神也不好使了 到现在 还没有认出我是谁呢 你 你 你不会是李超吧 你为什么不会是李超 那么久没见 你现在怎么样 还好吧 晓晓 你的能力确实有问题 像我这么重要的人 你至少得查一下吧 我对你很深 这位小姐 咱们还真是冤家路产啊 别过来 别过来 超哥 我这叫地方啊 我怎么在哪儿都能见到你 因为不管你在哪里 上天都是会把我们绑在一起的 无聊 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需要告诉你吗 你去哪里 我就跟着你去哪里 你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游艇啊 那你就是要去海边喽 你要是喜欢大海呢 我就去山里 你要是喜欢大山呢 我就去海里 你怎么这样说啊 你再这样的话 我现在就去告诉我爸 你就是江丽 你居然敢用这个威胁我 那你说我还能信任你吗 不过 你爸早晚会 你你 你不怕我告诉他吗 做不做无所谓了 喂 李乔 我自己想不去 你 听听什么 你赶紧 我就可以经常来看你 我是真的很想被面试上的 对不起 对不起 爸爸 我没有做到 真的对不起 是啊 是啊 我们会尽快 你好 这个给你 姜律师好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的订阅已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我当然知道你在这儿了 你一定会来这儿的 会不会不太顺利啊 手机一直关机 如果顺利的话 肯定会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的 你却被落选了 你却被落选了 准备了很多 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给我 是夏强面试我的 那个家伙和小时候一样 好忘记不打 正说他认出你的了 正说他认出你的了 那倒没有 在他的眼里 只关心我的学历 没关系 以后我还会有更好的机会 是啊 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 这种事情经历多了也就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有点可惜 如果可以面试上的话 就可以跟你待在同一个城市 可以经常见面 但是也好 换一个角度想 我就知道了另外一个道理 爱情是需要精力考验的 有距离才更加完美 你怎么了 我都没事了 你干吗这样啊 最起码我来到滨海以后 你还给我买了这身衣服 还用那双鞋呢 你怎么光着脚不穿鞋呢 这样会把脚烫坏的 我怕把鞋子给穿坏了 穿坏了再买新的呀 那也不能把脚烫坏了呀 坐下 我把鞋穿上 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鞋子买来就是用来穿的 我饿了 我们去吃东西吧 走 来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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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了 没有 不太适合穿高跟鞋 你干吗脱衣服啊 干吗脱衣服啊 你干吗 上来吧 来 走了 这种感觉真好 这种感觉真好 就像小学后 在爸爸的背上那样 不用呢 吃点点 这种感觉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你是要在这儿吃饭吗 面吃点就好了 不用在这儿 今天必须在这儿 我真的随便吃点就好了 我真的随便吃点就好了 爸 小蕾 这是谁啊 这是快要和我结婚的人 什么 伯父您好 好久不见 这是谁 这是谁啊 人家都来了吧 这是明珠啊 我是叶明珠 小的时候咱们见过的 伯父您不认识我了吗 爸 爸 您是不是被吓坏了 要不咱们先坐吧 坐什么坐 爸 爸 你怎么这个样子啊 都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要是事先告诉了你 你还会跟我来这儿吗 你都没有跟你父亲 说明我们两个的关系吧 你看他刚才那个样子 一定是被吓到了 快去看看 快去看看呀 没事没事 早晚都得告诉他了 要不然 我们两个人怎么在一起 这儿 事先没有通知你 是我不对 要不我们先坐下吧 不管怎么样 你总得提前跟我说一声吧 我第一次见伯父 现在这个样子多尴尬 我知道 是我不对 明珠 其实是我不想再等下去了 我们这个样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下次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一个月 两个月 你放心 我爸爸这边 我会说服他的 你不用担心 小蕾 这不仅仅是伯父一个人的问题 我也有我的家人 你也应该替我想想啊 而且 我还没有跟我的家人 说清楚我们两个的关系呢 那好 那你家人那边你去说服 我来说服我爸爸 明珠 我希望你能够带着妈妈 哥哥和妹妹一起搬到这边来住 好吗 我也想啊 你以为我不想吗 可是 也得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吧 我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能搬到这里来呢 再说 现在我的家人也很需要我 明珠 这些都不是问题啊 家里人 家里人也不可以剥夺你的幸福吧 可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幸福 真正地给自己一次机会呢 你放心 你放心 家里所有人到这边来的话 我会负责的 你先不要说这种不切实际的话 照顾我的家人 那是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而且你 你为什么要照顾我的家人 你已经够累够辛苦的了 我不想让我的家人成为你的负担 给你添麻烦 现在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份工作 那就去工作呀 明珠这不矛盾 那你就去工作 你如果真的想到 彭达集团去上班的话 我就算跪下来去求夏强 我也会帮你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跪着去求他 我不希望那样 你不是 出去我有话跟你说走 不行 我 爸 走 爸 爸 爸 我知道今天的事情 没有事先跟您打招呼 是我不对 可也不要这样吧 你什么都不要跟我说 跟我回家再说 我现在可以跟您回去 可也应该 先跟明珠打个招呼吧 又不是不认识 跟她打什么招呼 跟她打什么招呼 伯父 伯父 今天的确是太唐突了 对不起 我不想听你说 我不想听你说 爸 您今天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这样 他让我毛骨悚然 我求求你 立刻从我面前消失 从我面前消失醒 爸 没关系小雷哥 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的 伯父 抱歉 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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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蕾 小蕾 不许你走 您今天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一定要对明珠 这个样子来 小蕾 你千万别走 你要想继续跟她再交往 你不如直接把我杀了 然后再直接跟她交往 行吗 你千万别走 你这距离 我说爷爷啊 这大晚上呢 你在这儿得遭什么罪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我说爷爷 您要喝酒买点像样的下酒菜 行不行 实在不行 你给我打电话 我给你打包带来不行 爷爷 我可怜的爷爷喂 我的好爷爷 您就不要再固执了行不行 要不然您会生病的 好不好 公司在我手上倒闭的 我就要在这儿想办法 怎么样把公司再重建起来 爷爷 您这么躲着我 您就不怕天下人 说我是最不孝顺的孙子吗 别在这儿烦我了 你以后最好不要来这儿 免得被人看见怎么办 对不起 已经被发现了 他 他们已经扔出你来了 您还记得一个叫 孟杰的丫头吗 就是夏蓬菲的女儿 你 那 那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爷爷 我本来就没有必要躲着 那个夏蓬菲用卑劣的手段 把您给扳倒 我就要用我的方法 正大光明地 把您的公司给打毁了 你以为那个夏蓬菲 还是以前的夏蓬菲吗 你要用什么方法治他 他现在那个公司变成集团了 爷爷 办法总是会有的 你看看 你看看 来来来 坐下坐下坐下 你又跟我回去吧 不 我就要在这儿想 在公司没有重建以前 这就是我的家 你回去回去 别在这儿闹他了 就这么说 你会不会 你就会准备 什么 你会否推本 只要跳下坐下 他第一次 第一次 在英国的克拉斯 挪威的堪奈尔 巴西的弗洛罗 担任过工程经理 现在被业主公司高薪聘过去了 就以为把这个李老头子 已经干掉了 没想到又培养他的孙子 来反击我 我倒是没把他放在眼里 上学的时候 他的成绩就是倒数第一 说不定这些简历都是伪造的 这人是会变的 当人被逼到绝诺的时候 他就会有无穷的力量来反击 你以为都像你一样 这没长进 来来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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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董事长 您好 您找我 李超 是吧 抱歉 这 这没能把你给认出来 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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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坐 坐 坐 这 这为什么刚开始就不说呢 还是不说为好吧 你这不说真的把我给吓坏了 你知道吗 没想到你竟然是 订阅公司的首席监理啊 这话要说起来 被吓的人应该是我吧 没想到夏董事长您的事业发展得这么好 成为了这么大一个富豪啊 你 会不会是因为咱们过去的恩怨啊 还是因为我太有钱了 所以你对我们公司 这检查得特别苛刻啊 夏董事长 这怎么会呢 首先 我只是投资方派来拿工资的人而已 一切都是为了工作 没有考虑其他的 再说了 就算是有怨恨 对待您这样的成功人士 我又能怎么样呢 只能看您的脸色形势了 那会聊天 来来 坐坐坐 继续聊天 来 董事长 要是没有别的事 那我就先去忙了 好 我再以后见面机会多 好 来 好 行 回头聊 来 好 什么 你们都交往了十五年了 是的 爸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有联络 因为您对我希望挺大的 我一直都没跟您说 你别生气啊 不过 不 我对明珠是真心的 你少说这些 儿子 横达集团女婿的位置 就在你的跟前 你说我们这么多年 过得多不容易啊 这好不容易熬到现在这个位置 眼看就要到顶峰了 儿子 你不能再想着走下坡路了呀 爸 你听我说 这么多年 这么熬过来的你忘了吗 我忍辱负重 被他们下架喊又下枪 每天欺负着 你难道忘了吗 爸 我没忘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我的生活不只有这些呀 我只有跟明珠在一起 才能幸福 您明白吗 我不明白 爸 您别这样行吗 你听我说 儿子 要么你就离开这个家 跟明珠在一起 要么你就只能乖乖地 给夏鹏飞去当女婿 爸 你好 欢迎光临 我这边请 环境很不错吧 好 谢谢 谢谢 请坐小姐 两位吃要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呢 点单吧 随便点吗 当然 要是随便点的话 有可能把刘律师几个月的工资 都吃光光呀 您有那么大胃口吗 您有那么大胃口吗 那可不 我点了啊 最贵的是什么呀 牛排 要一颗 好的 有红酒吗 有的 那您要哪一年的啊 二年的有吗 有的 草皮 我来 陆丽 我来吧 好的 小姨 刘律师 你们要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 我都已经点完了 你问她吧 也给我来份牛排吧 气成熟 没问题 马上就给你们上 谢谢 你 不冷啊 不冷啊 你不觉得今天天气很好吗 风挺大的 喂 妈 小姨跟刘律师来我们餐厅了 他们的非常性感幽言 天哪 好 干杯 妈 你们能想象吗 平时直接用嘴 对着平吹的小姨 现在竟然在喝红酒 说话嗲声嗲气的 超级温柔 你 学习忙吗 从早忙到晚 忙得是焦头烂纹 你要知道啊 工作 永远是我的第一位 工作 永远第一位是吧 你看不到吗 你就不能想想我吗 情绪反差怎么那么大呢 你的脑子 左边是面左 右边是水 晃悠晃悠就是酱果 你怎么那么粗暴 我这是在给你开光的 让你的木头脑袋开开窍 行了 这是孟姐的餐厅 你能不能注意点形象 我注意不了形象 自己吃吧 妈妈呀 天哪 这小姨已经把勺子 直接扔到刘律师的头上了 天哪 太可怕了 简直说太粗暴了她 这小姨 小姨 你 你不吃了吗 你正在现场直播 有你小姨我主演的 动作武侠片吗 怎么会呢 你 你觉得小姨这是怎么样 超级性格 性格也是 木头懂性格吧 累死我了 喂喂 小姨 牛排还没上呢 你给她打折 妈 妈 你听到了吗 刚才就是小姨 发这么大的火 我看 她八成是看着人家刘律师了 好 好 那就这样 小强 你回来了 你爸爸呢 不知道 你怎么回来了 小乔 你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我 你 那些流过的泪 痛过的心 像一道流伤 画像深渊 我淹没在这夜里 沉入海底 缘分它输给了命运 渐渐远去 来不及说爱你 来不及拥抱你 来不及擦清泪水 来不及说声想念你 来不及说一句珍重 来不及有你在怀中 来不及说一句祝福 说再回 来不及说爱你 来不及拥抱你 来不及擦清泪水 来不及说声想念你 来不及说一句珍重 来不及拥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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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说一句祝福 说再回 来不及说爱你 说再回 来不及拥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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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拥抱你